大家好 这里是甲装硬核的电电家电 好久没有聊特斯拉价格方面的内容了 那么其实关注我比较早的小伙伴 可能就是关注了我几个关于特斯拉价格走向的内容 以及华为造车的内容 其实以前分析特斯拉的价格走向是非常容易的 首先这家车企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它下降的成本一定会转化到价格上面来 获取更多的这种市场份额 以前的时候你只要分析它国产以后 税费成本的下降 供应链成本的下降 有足够的信息 基本上就可以预判它的价格走向 但是时间来到二十年之后 这套逻辑不太好用 因为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首先是芯片荒 然后就是整个原材料处在高位震荡的情况 再结合二十年的下半年经济的环境偏冷 对于高端车型的需求是乎朔迷离的 所以这个事就比较难以分析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特斯拉在四季度面对的一些销售压力 三季度特斯拉全球的交付数量是不及华尔街的预期的 因此这种状态也是表现在了它的股价上面 这对于特斯拉四季度的压力是很大的 特斯拉在四季度肯定是要通过各种方法给这种资本市场提振信息 那么其实在九月中下旬 特斯拉在国内其实已经推出了事实上的这种促销措施 比如说以保险补贴的形式优惠了八千块钱 进入十月份以后 虽然收窄了优惠 但是增加了信贷的支持 这就给国内市场释放了一个信号 它的销售压力是比较大的 现在消费者也是比较聪明的 这种外界环境扑朔迷离的情况下 再加上它这边释放的信号的话 在特斯拉跟国内消费者的博弈上面 肯定是要有一番缠斗了 如果最终消费者的这种观望情绪持续高升的话 它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那么再分析一下 特斯拉整个四季度面对的一些产能压力 随着柏林工厂的持续打产 上海工厂的出口量肯定是要大幅下降的 而上海工厂已经完成了产能的提升 这一降一升 产生的这个差额肯定是要在国内市场上削大掉的 这个销售压力也是不小的 欧洲工厂现在投产的时机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这个冬天对于欧洲来说注定是非常寒冷的 这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 也是经济层面上的 由于俄乌局势中 欧洲一系列的迷制操作 它这个冬天燃料短缺 通货膨胀是个大概率事件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对于电动车 尤其是这种高端电动车的需求量 肯定是大幅度的要萎缩的 萎缩之后 你这个欧洲的产能 一旦拉动起来了之后 这出现了消纳不了 就会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价格上采取措施 这种价格措施 必然传染到全球市场 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向北美和亚洲进行转移 这个过程中 这两个市场在没有明显的这种爆发性需求的情况下 甚至说由于欧洲的局势可能引发下一轮经济上不好的表现 可能这两地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你说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处理这个问题呢 所以说欧洲工厂是整个四季度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么回到北美市场和国内市场近期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要想扩大更多的市场份额 或者是销售表现比较好的话 那就得给市场足够的这种市场活动上的刺激 那北美那边是有FSD beta 在软件层面上有刺激 那么后面还有主流的这种皮卡和电动车 持续有新品投入到市场上面 对于扩展新的细分市场和扩大影响力还是有好处的 国内这边呢 FSD beta 那么不管那些特推怎么说 落地的可能性目前为止在可见的时间里面几乎为零 没有新的功能做刺激 而国内的那些头部新势力呢 又不断的在释放城市辅助驾驶的内容 这个就对于它去通过既有产品的一些更新 去刺激市场需求呢 有很大的压力 那么即使Cybertruck这个皮卡以进口或者国产形式 到国内来 对于这种国内不是特别主流的车型 能拉动多大的这种市场行为呢 而且这款车型呢 本身我觉得在22年或者23年投入国内市场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在国内市场上 特斯拉是缺乏新品和新功能对市场的刺激的 这种情况下 针对国内市场可能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把当时那个传闻中的小型车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已经见过它的白车身了 投放到国内市场上去 但是这款车型 我对它的这种前景是存疑的 因为这款车型到国内来刺激市场 最重要的事情是它要打一个相对低价的市场 经过更低廉的市场来吸引更多的人来买特斯拉 那么这款车型它的成本压力其实是挺大的 特斯拉目前为止 其实相比于友商来说 最高成本的部分是它的哈德威尔相关的内容 那么哈德威尔3.0它的算力 因为FSDbeta不能落地其实是严重浪费的 就相当于让一个本科生去做小学生的题目 本来是面向一个L2.5以上的功能的 现在只能降下来做L2的一些相应的功能 这个算力的浪费就是成本的浪费 到了小型车上面 它给它单独开发一套入门级的产品吗 如果特斯拉没有了这个FSDbeta这个相应的这个东西之后 它还是那个高科技产品吗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它在华尔街那边的估值 这个不好说 那么另外说呢 你重新开发一套入门级的产品 毕竟哈德威尔1.0到2.5的话 这个成本也不低 而且已经好久没维护了 专门为它去重启的 这个可能性不大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简化一个一块FSD芯片 大概70多Tops的那个系统 那这套系统的开发需要时间 适配需要成本 这些东西呢最终可能使得这款小型车功能就扑朔迷离 如果直接用现成的哈德威尔3.0的话 它的一个可获得的这种体验和成本之间不太匹配 另外一个就是这款车子 你撑死了给它减个10度左右的电能降低多少成物料成本呢 啊车身啊方方面面 其实可缩减的空间不小了 这个内饰方面至少是没有再降级的这种余地了吧 所以说你如果说它物料成本压得太死的话 这款车型相比于国内一些在这个十几到二十几万这个区间里面的车型 它的这种综合竞争力的表现存疑 尤其说这种小型车 咱们就算说它的这种各方面比较好的话 它本身就处于市场上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 这些年 莫说是电动车 就是燃油车里面的这种小型车 其实市场的份额也一直在萎缩 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改善了 对于车内空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你加那么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的成本 就可以买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车子的时候 还有多少人会去考虑小型车呢 所以这个model Q或者model 2这款小型车 投放市场 从它自己的成本控制和市场真实的需求上面 我个人还是觉得不是特别乐观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如果到了四季度的时候 即使成本居高不下 而这个市场整个还处在观望 产能压力持续释放的话 特斯拉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能还真的要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不确定啊 大家自己去分析这个事情 那么这些内容也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